中国拳坛又出一位金刚魁王 踢得八年不败的美国特种兵 生不如死 直接被踢断双腿跪地投降 出场的这个家伙就是美国汉将 有着八年不败的安东尼奥 此人不仅是一个职业拳手 而且还是美国陆军格斗教官 在美国拳坛实在是找不到对手 于是这家伙就坐飞机来滑踢馆 赛前就嚣张表示 他一场比赛都不想打 就想直接占领中国拳王宝座 如有不服来一个打费一个 可见这家伙有多嚣张 面对不知死活的美国拳王 中国小伙田心霸起前来迎战 势必要给这家伙上一课 田心绰号中华北腿王 是一位实力超群的腿法高手 经常以出其不意的腿法终结对手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田心如何暴揍嚣张的安东尼奥 就这样 一场大战一触击发 比赛开始后 安东尼奥直接冲上去打出后手拳 田心立即后撤躲闪 调整一下用扫踢反击 安东尼奥也是非常顽强 硬扛伤害后抡起拳头就猛干 田心也是被打得有点难受 只能在对手进攻的同时 找机会进行打反击 是个军人 但是他非常欣赏的李小龙 他练集圈道 这是一个后扫 飞溪 看 此时的田心占据主动拳 不停地上前进行压制 安东尼奥被逼得连连后退 围绕擂台边缘疯狂游走 田心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使出一记高扫直接上头 安东尼奥的反应极快直接躲开 田心见状再次冲上去 打出左右摆起抱头 紧接着用势大力尘的低扫砍腿 疼得安东尼奥狼狈逃窜 随着比赛的进行 田心的重拳重腿太猛了 打得安东尼奥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狼狈地不停逃窜 田心则是紧追上去 一记高扫直接上头 安东尼奥被打得摇摇晃晃 只能用搂抱的方式进行保护 但终究是逃脱不了 裁判将双方拉开后 田心继续用扫梯狂砍腿部 安东尼奥被扫梯砍倒后 并没有投降的打算 起身过后还想继续比赛 这也将田心彻底激怒 直接猛扑上去 将对手控制在角落 用狂风暴雨般的组合拳 加低扫狂风 再次将安东尼奥击倒在地 看到毫无反抗的安东尼奥 裁判健壮也是终止了比赛 最终田心以强大的毅力 精湛的拳法 击败了这个嚣张的美国名将 田心好样的 为国争光